听众姐妹 我要告诉你 这一阵子或许是我们最缺乏的时候 要水没水 要电没电 整个这个环境 大环境 对我们都不利的时候 但我要告诉你 亲爱的朋友 神会让爱他的人所预备 是我们眼睛未曾见到 心里未曾想过 耳朵未曾听过最美好的态度 没有路走的时候 千万不要乱去找资源 我们最好的资源 一切的好处都在上帝手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子君牧师 非常非常想念各位 也想念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光 但我感谢神我们还可以这样子的机会 用线上的分享 来跟大家一起来崇拜 来朝见这位上帝 在我讲到一开始之前 我想要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节 来祝福你 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节 这个经文说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要祝福你 这一个季节 这一阵子 我们 我想我们一年前或两年前 或甚至五年前 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会经历这一切 但是我告诉你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过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要祝福你 神对我们最美好的日子会来临 我们要期待 上帝在这个季节 这一段时间 要向我们彰显 祂更荣耀 更良善 更美好的旨意 会临到我们 Amen 今天我想带大家来 从创世纪的 第二十六章 来看今天的题目就是 没有路走了 该怎么办 没有路走了 该怎么办 这其实也讲到我们这一阵子 很多人的心声 当我们面对到挑战 一直一直来 许多的这些问题 不断地发生 没有路走了 我们该怎么办 到底走不下去了 该怎么办 路都绝了 问题一直还继续在来 怎么办 我们一起来看 创世纪的二十六章 一到二节 创世纪的二十六章 一到二节 我们请同工来帮我们念 我们一起来看 创世纪二十六章 一到二节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 那地有一次饥荒 这时又有饥荒 以撒往基拉尔去 到非利式人的王 雅比米勒那里 耶尔华向以撒显现说 你不要下埃及去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以撒的那个年代呢 出现了人生没有路走的饥荒 对他们来讲 好像不陌生 因为亚伯拉罕的年代也有 以撒的那个时候呢 也出现了饥荒 所以呢 饥荒就是没有粮食 地没有出产 是一个干旱 一个无水 一个非常资源缺乏的一个时刻 那也很像我们这一阵子 当我们走到一个尽头 什么样的资源都缺乏了 所有的东西也没有了 根本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的时候 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 所以以撒跟我们一样 当我们没有资源的时候呢 以撒就想一个办法 他想要往下一个地方去 他呢就去到了 想要往埃及去 结果呢 经文里面你看到 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说 你不要下到埃及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在没有路走的时候呢 我们很聪明 我们会想出办法 生命总会找到出入 对吗 所以我们会想出一些办法 所以以撒就想说 他想要往埃及去 埃及代表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 常常埃及就代表了世界 代表有资源的地方 代表呢 丰富的地方 所以呢 以撒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想说呢 他要往埃及去 然后呢 他就就往那边 要往那边前进 结果神的话就临到他说 你不要去到埃及 你就住在我 带领你在的地方 叫基拉尔 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当我们没有路走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最长的时候 我们就是去找方法 我们就会去找资源 我们就回到世界里面 甚至我们回到以前 信主之前 过生活的方式 我们回到埃及 我们用我们以前的老方法 我们用我们 我们觉得那边比较丰富 那边比较有资源 那边比较可以倚靠 我们就想往那里去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神要以撒 在没有路的时候 居然是要他停下来 居然是要让他听见神的话语 居然能够让他存活 让他得丰富 让他最后 等一下我们经文会读到 让他成为大富户 成为一个丰富有余的人 是因为他停下来 没有往埃及走 亲爱的朋友 没有路走的时候 千万不要乱去找资源 我们最好的资源 一切的好处 都在上帝手里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这一阵子或许是我们最缺乏的时候 要水没水 要电没电 然后在整个疫情 在整个大环境 对我们都不利的时候 就好像以上那个时候 遇到了饥荒 但我要告诉你 亲爱的朋友 神会让我们 会让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是我们眼睛未曾见到 心里未曾想过 耳朵未曾听过 最美好的带领 奉主的名祝福你 在困难没有路的时候 不是倚靠自己的能力 不是去找资源 不是去找回头的路 而是倚靠上帝的话 必能存活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阿们 我们继续看第三节到第六节 第三节到第六节 来 你寄居在这地 我必与你同在 赐福于你 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我必坚定我向你赴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 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 律例跟法度 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所有的福 就是因为他听从了上帝的话 把上帝的话成为他生命的根基 不是周围的人说什么是你的根基 不是新闻的消息是你的根基 不是那些资源 不是你可以找的那些电话簿的号码 不是你的LINE的朋友群主 而是因为遵守神的话语 命令 典章 律例 法度 而蒙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我们很像以撒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去找资源 我们去找方法 我们去找人 我们去抱怨 我们去打电话 我们去发LINE 我们跟我们周围能找的时候 我们都找了 我们想尽办法去用我们的方式去做 但是我告诉你 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之所以蒙福 是因为他因着神的律例 点赞法度 顺服神的话语而蒙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祝福你 在没有路走 在饥荒的时候 在整个周围都不顺我们意的时候 千万要记得 唯有上帝的话 才是我们最好的祝福 遵行上帝的话 紧紧抓住上帝的话 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永不振动的根基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 Amen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 以撒最后听了神的话 就留在基拉尔 基拉尔也代表了一件事情 基拉尔代表 神如果要祝福我们的时候 往往不是我们觉得最顺利的环境 我再讲一次 基拉尔也代表什么 代表 神如果要祝福我们 往往不是我们最顺利的环境 因为 因为常常 因为常常人在最顺利的时候 是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的时候 你如果仔细想想 人在顺利的时候 是很容易忘记神 所以神跟以撒说 不要下到埃及去 留在这里 住在这里 住在那里是饥荒 神啊 神你叫我不要去埃及 那这里什么都没有 有的时候 神把我们留在困难中 是要让我们经历 他更奇妙的作为 神没有听我们祷告 好像一瞬间 一秒钟把那些问题解决 我们就想说 我们常常会说 神啊 你有没有听我祷告 神啊 你有没有在帮助我 但我告诉你 基拉尔就代表 当我们在困难的当中 却是我们经历神 最多恩典的时候 第二 人常常因为 在顺利的时候 也是我们最不容易 听见神声音的时候 所以基拉尔 以撒在基拉尔的时候 听见神对他说话 我要告诉你 在困难的当中 是我们最学习 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 听他话语的时候 这句话请你记起来 当你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 就是我们学会到 上帝面前的时候 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 阿们 他是唯一的道路 我们常常想去埃及 常常去找我们想要找的 但神说不要 留在基拉尔 留在我叫你住的地方 因为在那里 有神对我们说话 在那里才可以遇见神 在那里 才可以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才能长出我们生命当中的肌肉 让我们更加的坚强 越错越勇敢 在困难的当中 因为有上帝的话 我们可以更坚固 可以更有胆量 可以更知道怎么面对困难 当别人都在找资源的时候 我们找我们的神 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相信了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不要留在你觉得资源最丰富的时候 要留在上帝的里面 要留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所以基拉尔代表 神没有要我们离开困难 不代表他不爱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路的时候 我们要说神啊 我没有路的时候 我在干旱 无水之地的时候 神 我的心切切地渴慕你 我要来听见你的话 就在没有路 在最干旱的时候 在最缺乏的时候 我要来遇见你 我要改变我的思维 来对准你 我要让我的想法 与你的想法对齐 如果照我的想法 我想要去 我想要去这里 我想要去那里 我想要用这个招数 我要弄那个招数 我要这样解决 我要那样解决 但是神啊 当我在困难的时候 让我来找到你 让我来遇见你 让我听见你的声音 亲爱的朋友 今天你要跟上帝祷告 让我听见你的声音 让我对准你的心意 让我知道 你要我在那里的时候 我就在那里 哪都不要去 我就停留在你的同在里面 因为那是我祝福的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色列就是因为 听到上帝的声音 以至于呢 他留在基拉尔 没有到埃及去 今天我也要祝福你 亲爱的朋友 你今天也要在这里 听见神的声音 你要在这场聚会当中 听见神对你说话 我祷告主 现在可能是你生命当中 很困难的时候 甚至我们有些弟兄姐妹 没有路走 我现在这样讲 可能没有你感受得 这么深刻 说不定你就是正在 这个好像饥荒的这个年日 在这个干汗无水的时刻 已经口渴到一个地步 已经缺乏到一个地步 但亲爱的朋友 我为你祷告 今天你要听见上帝的声音 以色 亚伯拉罕的福 都要大大的领导你 所以因为以色 听到上帝的声音 你知道 因为以色 听到上帝的声音 所以他做了一个 我们一般人 都不会做的事情 我们来看第12节13节 创世纪26章 12节13节 以色因为听见上帝的声音 因为有了神的话 成为他的宝藏 所以他做了一个 我们一般人 肉体都不可能做的事情 因为他看到这些环境 都在饥荒的时候 在困难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超自然信心的行动 12节13节 来 我们来看 以色在那地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 日增月圣 成了大富户 相信的跟我说 大声的说 阿们 阿们 以色居然因为听见上帝的话 在最饥荒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他做了一个撒种的工作 谁会在这种 没有水 没有任何的资源 很干旱的饥荒的时候呢 在那里耕种 他不只是撒种 他还耕地 你想想看 没有水 大家都在饥荒 没有东西 他还撒种 周围的人就会笑他 你在干嘛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什么年代了 你在做什么啊 旁边的人都在笑他 但因为神叫他留在基拉尔 所以他就相信 神是祝福他的神 阿们 他就开始超自然的在撒种 开始在耕地 结果经文你看 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 因为 你有看到 因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 日增月圣 成了大富户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牧师想要告诉你 是 没错 我们正在困难中 困难是一个事实 但我要告诉你 神的话语 却是真理 真理一定大过事实 Amen 真理一定大过事实 当神的话语来的时候 他会在你里面产生一个变化 就是产生一个灵里面的突破 让你不看见环境 让以撒不看见这个饥荒 不看见这个环境的关键 就是神的话语 以撒之所以能够成功 听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 不是在于我们看环境 乃是在于我们仰望神的话语 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摆在我们的前头 可能是痛苦 可能摆在我们前头 是这些患难 这些环境 但是就是因为以撒领受了上帝的话语 没有看环境 他把他的眼光定睛在上帝 永不动摇的话语里面 真理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 今天我要祝福你 神的话 在我们在这么困难的环境 你选择继续的撒种 选择继续的给予 选择继续的祝福别人 选择继续的栽种 有一种超自然的信心的行动 你说 主啊我都已经这么缺乏了 我都这么的 这个这个 我自己都很困难了 但是我选择撒种 我选择给予 我选择祝福周围的人 我告诉你 神会祝福这样子有信心的人 祂成为大富户 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必定赐福给你 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好不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神必赐福给你 祝福你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有一些 这些弟兄姐妹 她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 她就起来 她为着那些有需要的人奉献 她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 在困难当中 她就为她奉献 她知道她有些小组员 他们开店的是很辛苦了 他们就去支持她的店面 支持她的工作 我们在网路上看到 许多的弟兄姐妹 起来做这样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心里非常的感动 其实我们都不容易 我们都在困难当中 但是我们眼睛不看困难 我们眼睛不定睛在现实当中 我们定睛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我要鼓励你 在越困难当中 继续杀种 继续给予 继续祝福周围的人 前两个礼拜 我在网路上发了一个文 就是我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以我的脸书当作一个平台 然后来 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做餐饮的 那现在是最辛苦了 我就希望他们可以po在那里 你知道吗 然后就有一个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就po了一个面店 说这个面店五月底要歇业 因为租金的问题 然后我就看那个地址 我就想说 哇 离我也很靠近 我就打了个电话 去支持他们 就买了一些面 想说支持他们 多买几碗给我的童工 那我回来的时候呢 我就收到这个po文的 我就跟po文的人说 我有去了这个面店 去支持他 你知道这个po文的弟兄呢 居然在上面留言说 他是一个视障者 所以他的脸书呢 都是用语音读的 然后呢 哇 好感动 为什么我知道 他就说因为我po的照片 他看不到 所以呢他就 他就说 可以告诉我 师母po的照片是什么 我就说 我们po的照片就是 我们去了 我们还在门口拍照 那我就让 我就非常感动 你知道吗 一个视障的弟兄 居然在我的脸书上留言 是为了他所爱的 不是他的店哦 是为了他所爱的弟兄姐妹 献上他的爱 弟兄姐妹 我们的眼光 如果看到问题 我们都不会管到别人 我们在困难当中 只是想到自己有多缺乏 自己有多饥荒 自己又缺这个 又缺那个 但是你看这个弟兄 自己的身体都不容易 在这样子的困难的环境当中 他仍然为了爱的缘故 继续的撒种 把爱分享出去 亲爱弟兄姐妹 越困难的当中 越应该定睛在上帝的话语 越困难 越饥荒的时候 我们应该越多的撒种 上帝会纪念你的爱心 Amen Amen 我们继续来看好不好 因此你看 26章的14到25节 14到25节 你看发生了什么 14到25节 来 他有羊群牛群 又有许多仆人 非利式人就嫉妒他 你看神祝福他 有羊群有牛群 还有许多仆人 连非利式人都嫉妒他 好继续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 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 非利式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 你离开我们去吧 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以撒就离开那里 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 因非利式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 以撒就重新挖出来 扔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 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真敬说 这水是我们的 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 就是相争的意思 因为他们和他相争 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又为这井真敬 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 就是维迪的意思 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不为这井真敬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 就是宽阔的意思 他说 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 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吧去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 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赐福于你 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的后裔繁多 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并且支搭帐篷 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你刚看到这个故事 我把它取名叫做 你挖我抢的故事 就是不管你在哪里挖井 敌人就是想要 想要抢嘛 但你不管怎么做 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 会有这样的时刻 就是你不管做什么 好像做白弓一样 你要这个努力 然后敌人就把它抢走 然后你知道敌人很过分 亚伯拉罕挖的井 敌人居然把它填起来 你有没有看到 刚刚念的那个经文 居然敌人把它填起来 好奇怪 你敌人抢去用 好不容易这样就挖的井 有水就好了 你把它填起来干嘛 但我告诉你 这就是仇敌的作为 仇敌的作为 不只见不得你好 仇敌就是想要双输 你知道 你拿不到 我也拿不到 没关系 大家都拿不到 这就是仇敌的作为 你知道人心的那个险恶 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 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时刻 你会发现 我们好像做了这些努力 然后最后又被敌人拿走 做了这些努力 又被 最后好像白弓一样 那个白白的 又挖了井 然后人家又来抢 但亲爱的朋友 我告诉你 当我们读这个经文 这个时候 二十二节 以撒离开那里 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就不为这个井征战 前面好几次了之后 就不再为井征战 他就给他井起名 叫利和伯 就是宽阔的意思 他说 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 我们必在这地长省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虽然我们会遇到这些挑战 虽然我们的人生会遇到 你挖我墙这种季节 虽然我们生命当中 仍然会有这些 好像不照我们的意思 而且仇敌 不断地摆扳 刁难我们 攻击我们 但是亲爱的朋友 弟兄姐妹 我要为你宣告一件事情 不是我讲的 是经文里面讲的 我们终究必然会到宽阔之地 上帝的百姓 虽然我们会遇到问题 但是我们不会遇到问题太久 因为神会带给我们 带领我们到宽阔之地 我们会进到我们生命的利和伯 而且我要宣告 你生命的利和伯 就要来临了 阿们 我们虽然遇到一宿 虽然有哭泣 但是经文里面宣告 早晨我们必然欢呼 可能这段时间 我们遇到这么大的危机 这么大的困难 可能这段时间 我们有这么大的冲击 我们的经济也被冲击 我们家人也被冲击 人际关系也被冲击 甚至孩子在家里面 不能够上学 我们也有许多许多这些 好像家里面的气氛 什么都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顺 但是我告诉你 仇敌虽然想要偷窃 杀害毁坏我们的人生 但耶稣来是要叫我们 得生命 得更丰盛的生命 你的利和勃要来临了 你的宽阔之地要来临了 上帝的祝福要来临了 Hallelujah Amen 所以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今天信息的最后 我给你看二十五节 关键在二十五节 关键在二十五节 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并且支搭帐篷 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今天信息的最后 我想要把二十五节 送给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 二十五节 以撒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以撒竹了一座坛 以撒竹了一座坛 以撒第一个事情 就是竹坛向神献金 当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最近在读的《出埃及记》 你就在想 神这样子劳斯动众 他们几百万人 离开了埃及 最后到这个旷野里面 到底神 神最终的心意是什么呢 你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四到六节 十九章四到六节 来同工帮我们念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因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呼召我们离开埃及地 最终的目的要做什么 要我们做祭司的国度 所以以色列人非常清楚知道神的旨意 非常清楚知道神要我们做的 第一个事情 不是去做别的东西 不是去做这些周边的事情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 第一个优先顺序 应该要来为神主祷 记不记得前几周牧师跟大家分享 我们因为疫情 把我们实体聚会打散 所以我们就回到各自的家里面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真的觉得 这是神的手在帮助我们 做一件事情 就是回归到我们的优先顺序 我们人在哪里 哪里就是祭坛 哪里就是在那边竹坛献祭的地方 那里就是带下神同在的地方 因为祂呼召我们 要来做祭司的国度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正在呼召我们 神正在调整我们的 这个做事情的优先顺序 第一 就是先把神摆在为首 为优先人 当你把神摆在第一顺位 竹坛成为祭司的国度 在那地带下上帝的同在 成为你生命当中优先的 我要告诉你 这就会将一切的这些祝福 可以源源不绝赐给我们的关键 以撒就是这样子 他为什么被神祝福 因为他知道 祖坛献祭是神最终的心意 神要我们优先顺序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向祂祖坛 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把我们的这一阵子 因为疫情把我们打乱了很多的事情 打乱了很多我们的行事力 打乱了我们很多的这些计划 但是也因为这场疫情 不要浪费了这场疫情 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优先顺序 第一 就是来对准神 向祂祖坛 成为祭司的国度 在各个地方带下祂的同在 愿意的大声说阿们 把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焦点顺序 这个优先顺序 把它找回来 第一个来祖坛 第二个 以撒做什么 以撒在那里除了祖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人民 并且支搭帐篷 第二个 以撒除了祖坛之外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来支搭帐篷 支搭帐篷代表什么 代表牧养祂的家 在那时候支搭帐篷就是祂的家 帐篷就是祂的家 盖祂的家 做祂的家 建造祂的家 牧养祂的家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告诉你 第一个优先顺序是把神对准 摆在你生命当中的中心 竹坛带下神的同在 第二个重点就是 回归到我们的家庭 家庭是我们很重要的根基 回归到我们家庭 因为一场疫情 我们很多的时候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 一个好像 因为我们隔离 因为我们大家都要在家里面 因为在家里上课 在家里上班 我告诉你 这不是政府规定我们的 这是神要我们回归到家庭 神要我们注重我们跟家人的关系 神要我们支搭帐篷 就是要我们来好好建造我们的家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时刻是神的手 要我们回到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的时候 我要为你祷告 这个或许就是你这一生当中 最宝贵的时刻 你常常有这样的时间 以前可能没有 因为你忙碌 因为你工作 或者是你的学业 但是这个时刻 是你重新支搭帐篷 重新回归家庭的时候 好好的把握这段时间 或许因为你在家上班 或许家人学生在家里上课 好好把握这个时间 不要觉得好像很烦 好像等着要 好像赶快要结束 好好把握这个时间 跟着你的家人在一起 告诉你 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时间 因为我们要在一起支搭帐篷 第一我们要以神为中心 足以作谈 第二我们在这里支搭帐篷 这是我们的 我们重新来调整 我们的优先顺序 而第三最后 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他的仆人才在那边挖井 才在那边挖井 所以仆人挖井代表什么 才是代表我们的工作 当然才是代表我们的侍奉 跟我们的服事 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重新的提醒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生命没有路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饥荒的时候 当我们干旱无水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 重新的调整我们的优先顺序 我们的优先顺序 最正确的应该是什么 第一 先来竹坛成为祭祀的国度 第二 我们回归到家庭 建造支搭我们的帐篷 好好的建造我们的家 我可以感觉到 这个信息是给我们中间 一些弟兄姐妹 所以接下来的话 请你注意听 我们有些弟兄姐妹 你已经忽略你的家很久 你已经忽略你的家人很久 好不好让这一场疫情 我们重新的来调整 我们的优先顺序 建造你的家 而最后才是我们的工作 学业 甚至基督徒 才是你的侍奉 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今天聚会到尾声的时候 有哪个弟兄哪个姐妹 说神啊 我不要浪费这场疫情 我生命当中 也走到了我的饥荒 我一直很想回到埃及 去到有资源的地方 想尽各种方法 但或许神 透过这些困难 是为了要你 重新的调整 你的优先的顺序 是不是以神为你的中心 第二 是不是要重新的 回到你的家人关系里面 神正在恢复一些家庭的关系 即便在外面很多的人 因为疫情 跟家人有很多的争执 跟家人有很多的时间 相处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的这些问题 沟通上面的障碍 但是我为你祝福 这是我们直达帐篷 建造家庭的时刻 而最后 好不好让我们一起 才是把我们的工作 把我们的焦点 放在工作 服饰 在学业上面 重新的调整 我们的优先顺序 在困难的里面 回到上帝的面前 即便没有道路 即便看不到道路 即便看不到未来 我们跟神说 神啊 只要让我听见你的声音 只要让我有你的话语 只要让我重新 回到你的面前 因为就算没有道路 神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神才是我们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才是你的道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今天在这场聚会当中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敬拜 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 说神啊 让我跟生命 能够献上给你 让我的生命 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让我的家 那边就是祭坛 让我现在所在之地 那里就是祭坛 让我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子民 主要让我在这个困难当中 重新的调整 我的优先顺序 好好地回到上帝的面前 以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中心 并且神啊 让我重视我的家庭 最后才是我的工作 学业跟我的侍奉 好吧 弟兄姐妹 我们从未至上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 当我们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 把我们自己献上 重新地调整我们的优先顺序 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 同工带我们来 从头来唱 祝祢的美善和心事 是因我靠近 你的灭灭和恩典 是我的一万全 我渴望感谢祢 荣耀呈现 我的心思和一念 渴望到你心愿 我渴望到你心愿 渴望到你心愿 我先上我自己身体 给祢那座信箱注定过期 我清拜在祢的前世 我愿圣洁能呵护祢心意 来祭祀的国度 圣洁的子民来清拜祂 我献上我自己身体 给祢当作信箱注定过期 我清拜在祢的前世 我愿圣洁能呵护祢心意 尽管路途难兴 前途几去 我仍相信一路有祢同行 还随手涌翻腾 难以成立 但我仍然心靠祢 但我仍然心靠祢 我仍然心靠祢 我仍然心靠祢 但我仍然心靠祢 礼花雨 亲爱的朋友 就在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可以感觉这阵子 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难熬 甚至没有路可以走 就像今天的主题一样 当我们在面对到饥荒 面对到没有路干旱 面对到生命当中这些的时候 亲爱的朋友 我告诉你 我们跟以撒一样 我们常常会想一些办法 我们想一些出路 我们想一些 想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 今天好不好 牧师告诉你 来听好 牧师告诉你 今天 好不好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跟神说 神啊 我一定要遇见你 我一定要遇见你 你一定要救我 有了你的话 我才可以往前走 主啊 我不是只是靠我自己 因为一次两次 我努力了 仇敌又把我的井盖起来 我努力了 仇敌又把我生命当中的一些东西夺走 我已经尽很多力量 但是神啊 好不好 我在生命当中尽头的时候 我要遇见你 我要遇见你 遇见这位开道路的神 我要遇见这位为我开道路的神 来我们再唱一次 尽管 尽管路途难行 前途情绪 大声的宣估 我才相信 一路有你同行 海水上游泳翻腾 难以撤离 但我仍然心高地华语 开神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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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这里 神现在在这里 祂正在帮助你 特别说 我们要谢谢我们姐妹 你正在感慨 我正在计划 这个圣灵当中的 你可能没有路的时候 神来了 神在这里 主啊 谢谢祢在这里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遇见你 主啊 谢谢祢为我 你等你怎么遇见你呢 主啊 你今天一定要遇见我的生命 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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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帮助我 求你给我力量 我走不下去了 求你带领我 主啊 我先见我姐妹 求你一定要带领他们 帮助他们 海水 海水汹涌翻腾 难以撤离 但我仍然心靠你 话语 来 你们躺 我献上我自己身体 给你 给你 当周心向主的国际 我敬拜 在灵潭前去行 告诉他 我愿圣洁能呵护你心意 来 每一位祭司 我们再唱一次 我献上我自己身体 把你自己守在之处献上给他 那里就是祭坛 那里是神的通宅 给你 当周心向主的国际 我敬拜 在灵潭前去行 我愿圣洁能呵护你心意 今天结束这场聚会之前 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个弟兄 哪个姐妹说 主啊 我不想要白白浪费这场疫情 我要趁这个时刻 好好的把我的优先顺序 调整过来 或许你过去好长一段时间 你所有的专注 都是在工作 在学业 在你自己的事情上面 也或许有些人 你一头就栽进服饰 什么都没有管 因为这场疫情 当所有东西都停下来的时候 你说 主啊 我要重新的调整我的优先顺序 第一 就是把我生命的焦点转向你 主啊 第二 就是我要重新的来建造我的家 我要恢复我跟家人的关系 我不要浪费这场疫情 我要多花点时间 跟我的家人相处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再跟我们一起敬拜 你说 主正在提醒你 你要重新的调整这个 你生命的这些优先顺序 有 对不对 神正在感动你 我可以感觉到神正在感动你 好不好来 我们一分钟你为自己祷告 你不是为别人 你是为你自己 你说 主啊 我不要浪费这场疫情 我要重新的调整我的优先顺序 第一是你 第二是我的家庭 第三才是我的工作跟服事 来 一分钟好不好 开口祷告 主啊 帮助我们 调整我们 主啊 介绍我们的生命 不浪费这场疫情 主啊 让我们重新的回到你的面前 照你的法则 主啊 把我们优先顺序 去重新的调整 主啊 让我们经历 在疾患的当中 仍然继续的撒众 我们相信 上帝是赐福的源头 主啊 我们的立和脖要来临 我们生命当中丰收的季节要来临 宽阔子地要来临 谢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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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唱一次 我献上我自己身体 给你当作信下主的火器 我请拜在你的肩前去寻 我愿圣洁能呵护你心里 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还有圣灵的感动 与我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大大的同在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保护你 愿耶和华医治你 你出你路 耶和华必看顾你 祝福我每个弟兄姐妹 以上帝为我们最优先的顺序 并且回归到家庭 重视家庭 建造家庭 主要让我们不浪费这场疫情 重新调整我们的优先顺序 你就会在没有路的时候 为我们开道理 谢谢天父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阿们 阿们 拍手把荣耀归给他 阿们 阿们 聚会的结束 牧师仍然要对你说 非常非常的想念你 我们相信 神在这场疫情当中 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过 耳朵未曾听过 人心也未曾想到 他是良善的父 他会继续的祝福 牧师天天为你们祷告 我相信神正在我们当中 祂正在运行 求祝赐福给我们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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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